我有很多張鏡子 大家想分享一下我們文化博館 過了幾年在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方面做些甚麼工作 其實我們經常說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這件事其實在 不想你零六年前也沒有人提這個詞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甚麼叫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所做的事其實全部都因為 有條這樣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在2003年又生效了 全世界各個地方 大家零六年前 過去十年之間 就做很多這方面的保護工作 這個是因為聯合國那方面推動 這個公約在2003年10月通過之後 就不是正式生效的 因為這些公約 聯合國通過之後 其實每個國家都要回去自己做一些 立法的程序去認可這個公約 才可以叫做參加這個公約 我們中國政府其實在2004年 其實在2004年參加了公約 全世界第六個國家參加這個公約 因為中國政府用事這方面的好工作 香港因為是中國其中一個特別人證區 所以當時就徵詢香港政府的意見 會不會參加 當然香港政府一定會參加這個公約 所以公約如果生效 就會適用於香港 中公約的公約生效 就是2006年的4月20號 因為當時就第三十個國家加入了這個公約 當時第三十個國家就是羅馬尼亞 公約就有些生效 那些替約國就大家坐在 不是坐在一起 就是飛去巴黎 因為美國總部在巴黎 在這裡開會 然後談談公約怎樣去執行 那麼 因為這個公約在2006年就生效了 所以我們香港就跟著要做很多功夫了 譬如說 香港方面在政府的層面 就關於這個保護這個非密執行負牌產 外面這個政策 其實主要是屬於民營事務局 民營事務局就制定有關的保護政策 那麼就下面執行機構主席就是屬於我們 香港文化事務局去執行 那麼在2006年頭就在我們 香港文化科目館 因為我們屬於康民處的 那麼文化科目館就成立了一個 叫做非密執行負產組 那麼就去具體執行這個公約那個情況 那麼我就屬於這個組的 當時只有一個人組而已 現在都好 現在增加了三個人 那麼 另外呢就 除了政府自己 就是有這個機構去負責 執行公約那個要求 要做的事情之外 政府成立了一個 非密執行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這個屬於一個諮詢的架構 或者其實就請一些專業的人士 啊學者啊專家啊 或者社區的代表啊 這樣就參加這個委員會 但是現在就增加了多了幾位的了 那麼 根據公約的要求呢 其實每一個 他們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呢 就是要做一份清單出來 就是說你 你這個國家要保護非密執行負產 那你究竟保護什麼呢 啊 那你數出來 究竟保護什麼 所以呢 每個地方就要有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 就不是那麼容易做 就不是說政府就這樣出去指 哪些是非密執行文化遺產 哪些不是非密執行文化遺產 所以這個是一個長的過程 因為要做很多資料搜集的功夫 那 那我們就是2009年就開始做一個很大型的普查 就 因為我們自己就不夠人手做 所以我們就請了科技大學華蘭銘金中心 一會兒廖教授可以說一下這件事 那 就 嗯 這個普查 2009年開始就 到今年就差不多第三年 我們希望 大約今年的年終會結束 那我們就希望 連美島有一個真正的 香港非密執行負行負行的清單出來 那這個清單其實就 雖然說第一次普查 其實就 我們都查到很多東西的 查到300項 那 那 那 向大家很快 聽一下介紹我們 其實香港是什麼的非密執行負行負行 那 這個就是我們普查的範圍 這個範圍也都是 聯合國 這個科學民組織那個公約 所界定的什麼叫非密執行負行負行 裏面的五個範圍 就是這 這五大項 我們所調查的對象都是這五個大項 第一大項就是所謂口頭傳說 有些同表述 包括這個語言的本身 那 香港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文系 有 有 有港府 有港府人 客家人為圖 有 大家 有 有 有 他們說自己不同的語言 還有 潮州 不同的語言 他們都 都 承載著他們自己的文系 有很多文化的因素裏面 因為很多東西是 不是文字寫下來的 很多東西 從口頭上一朵傳一朵 傳下去 這個就是非密質文化的特色 它就是世代相傳傳這些口頭的傳統 所以香港其實都很豐富 這方面的資料 他們有自己的不同的故事 傳說 有自己的言語 祝支持 這些都是我們要 負責 就是 去 搜查 去做普查的一些對象 所以就 你見 那個功夫是相當多的 其中一個類別 另一個類別就是 傳統的表演藝術 傳統的表演藝術 香港 都有很多 剛才剛剛有不同的問題 所以見到 港府人喜歡看粵劇 所以粵劇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劇種 另外潮州人喜歡看潮州戲 學老戲 又學老戲 另外有一些 比如藍陰 網口戲 這些都是在香港傳統的一些 古老的一些 表演藝術 但是很多都已經是 就是 很多 怎麼說是憑危 失傳的 比如說 潮州劇越來越少了 有時 潮州做如懶 潮州戲回來 潮州請回來 本地都少了 是吧 粵劇反而好些 因為過去十多年 政府或民間都很穿著去推動 但是木偶戲 現在都差不多消失了 但是以前 那些神誕 做實工戲 全部都是木偶戲 但是現在沒有 真的很少很少 那 藍音就更加少了 真的很少人唱 這些是我們傳統的粵劇的藝人 我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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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些木偶戲 這個是三年前 好像在塔門打照會 塔門打照會 它都有木偶戲的戲班 挺好看的 不過戲班不是本地 已經是高州搶回來的戲班 所以見到香港傳統的木偶戲班 已經沒有了 真是很 其實是很 很慘的一件事 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成全 其實挺好看的 沒有這個三八八不正的算龍 另外就是 第三個大禮就是 所謂民族禮儀節慶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大禮 因為 香港主要是華人為主 所以它是中國傳統的 由年初一到年三十晚的節慶 神誕很多 這一類反而香港成形得最好 很快給大家看看 因為香港已經有很多種族 在新界裏面有大族和小族 他們有祠堂 譬如每年都有祠堂祭 他們有種族的祭祀 祭祀祖先 每年的正月 十二三號就開始所謂點燈 點燈的意識就是 譬如你那一年 你家裡生了一個藍丁 就可以在這個祠堂上灌燈 代表這個藍丁 就是這個族的成為一個族人 所以這個點燈的儀式 對那個族是相當重要的 這些是大族小族都有的 然後把那些豬肉給族人 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馬田村 原來小的村都會有這些 這些掛燈籠 每年都有點燈儀式 譬如另外有祭祖 香港那些很多大族都有那些 傳承了幾百年的祭祖的活動 譬如說 他們的鳥祖都會做的 鳥馬石堂 在本年的二月初二 那些父老就集齊在他們的祠堂上 就做這個祭祀儀式 剛才說的那些生豬肉 給你拿這個生豬頭在這裏 這些有很多很整齊的祭品 放在這裏 就是祭祀 那你見到全部那些父老回來的 那有這些祭文 那這些是最最最最大的父老 就代表全族人 向這個祖先祭祀 那麼 那麼這兩個活動 在全中國來講 都其實已經很多消失了 中國內地很多以前 因為在譬如文化大革命 或者怎樣的 很多已經禁止了 但是在香港一路成全 就是祭祀這些這樣的神主牌 另外每年的神誕很多 譬如天后辦 元朗這個小的村 幾十個村 陷入做這些大型的神誕的活動 這個大水天后的神誕 上個禮拜 有一個在這個 整個元朗的大馬路在這裏出巡 就是拖著這些這樣的花牆 這個梁船灣天后丹 又是天后每年的3月23 他們會 隔一年呢 雙數年呢 又會請這個天后出來 放在一個船上面 在這個海上面巡遊 他們很大型的巡遊 整個活動就在這個 在水上面進行 這個你看到 保存得相當好的一個傳統來的 一百多年的 我想他自己講到最起碼 那間廟不知道是否相當靈 所以他很多附近的 譬如石居灣 香港仔也有些人來拜 這個天后 所以特別是多 這個水上的人來拜 這個天后丹 那熊聖一樣 這個較西的熊聖 雖然廟是很小的 但是他亦都有一個 每年的23日 很古大的丹會 這些是一些做丹的情況 有些傳統的道士的儀式 有神功器 都是一個很很 即是 五年是最 差不多 較西紅色丹 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大的 一個紅色的一個 一個廟會 那到D5 因為剛才大家都聽了很多 D5的游沖 給大家看看 就是所謂游沖 就是在這個水道上面 這個 這個 棚屋中間的河沖 水沖 這個蒙州 就是拖著後面的神艇 神艇上面沖著什麼 就是這樣的神 在這個大澳 四間主要的神廟 上面的神 包括這個喉皇廟 包括這個關帝 天后 和紅色 四間廟的神 請了出來 就 在這個水道裡 巡遊 這個就是 已經請神的情況 這個就是陽后 喉皇廟 這個是天后 放在這個神艇 屬於合心堂的神艇 因為他們有三個漁會 合心堂、爬艇 和宣義行 三個漁會 每年都做了 所以 今年來的端節 如果大家興趣 神這麼早進去 一早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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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過了 就沒有了 所以神要送回這個廟 一早進去 九點鐘之前 九點鐘之前進去 有機會看到整個儀式的過程 這個就是游沖的過程 前面那個龍舟 後面就拉著神嶺 神過這個水沖的時候 那時候兩邊的 鵬屋上的漁民都 因為他們很相信這些神 他們就會燒衣 過這條新基橋的時候 橋面要打開 因為橋面會壓著神 之後在外面 爬到大沖口 做一些燒衣的儀式 然後他們三個龍舟 都會爬 爬幾個回合的比賽 比賽 那比賽就不是爬什麼 一、二、三頸 主要都是給神看我 那麽壞 爬幾個龍舟 給他們回合的龍舟的比賽 那樣 那羽蘭 我們七月 羽蘭 潮州人很多 香港有六十幾處 現在整個農曆的 七月初一 七月三十 都在香港很多地方 像館塘 山極灣 北角 上水 那裏都有潮州人的 就是魚蘭 那這個 在銅鑼灣 這個波隼台 這個魚蘭 就是最古老的 一百一十幾年的 這個就是 潮州人的一個 非常古老的傳統 那這個做完難做的情況 接實 最後這個會 燒了一個旦時王 就是最後那個日做 那其實 除了潮州的魚蘭 香港還有 港府啊 或者是這些學老的魚蘭 也有 譬如在 平州上面 就是屬於學老人的 這個中原的建築 都是相當大型的 也都是做三日三夜的 他們很多 看的 那你見到 在碼頭上面 整個地裏 放了些優植 很多 那這些優植是什麼呢 就是給那些鬼 給那些鬼吃的 就是祭優 那你見到 也都有這個 大士王 也都有 這個 包山 包山比較小些 那些 那些 其實是屬於 可樂風 學老他們的傳統 就是和這個 長洲太平清朝 都是差不多 那太平清朝 他們的那個 包山大很多 高很多 那意思 就是 火龍 打無火龍 每年中秋 中秋的 十四 八十四 十五十六 三日 晚上都會有 沒有火龍的 這個就是 2009年新報的時候 這個文字事務部局長 走來看他怎樣 那些米仔草 怎樣 就是這些所謂的米 米仔草 怎樣 摘起它 摘龍頭的情況 火龍 他們是傳承得很好的 他們是很有組織性的 他們是 哪個 一代代 教 怎樣摘龍 然後 哪個 摘龍 都是很有組織的 他們 大家如果有興趣 問問問 眾志廢 我會收到你去 摘一份 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 他們在做龍 就 打一步 會 在那個 凌花宮那裏 做一些開光的儀式 在街上 插些香 在龍身那裏 做完完這個儀式 才開始沒有 那這個 剛才是說的 神誕 另外香港有很多 太平清照這些 那 那 那 大家是很熟悉的 這裏 這裏 都很熟悉的 這裏 他每年都做一次 所以都是幾 幾好玩 但是對他來說 很辛苦 每年做 人力 都是投入 非常大的 所以是 很苦悟他們 每年都可以進行 這裏 太平清照 其實太平清照 也是民間的 一個 祭祀的 活動來的 因為 可能 大家可能被這個傳媒 經常都誤導 傳媒經常說的就是飄升 或者是爬 爬這個 搶包山 其實整個清照裏面是幾天幾夜的活動 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所以大家有興趣 你應該多些去深入了解 就不要只要看這個搶包山 這麽簡單 主要其實就是 比如說 他們請這個神出來 這個就是北帝 整個清照 那個照場 就在這個北帝廟前面 那個北帝廟廣場那裏做的 現在 請了北帝 出來 請了當地很多廟的神 都放在那個神棚那裏 跟著就每天有這些道士 在裏做一些儀式 每天早午晚都有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不同的儀式 神功戲 也是一個 他們現在有很大的活動 請了起班 都不簡單的 我們來都 做幾天幾夜的神功戲 做完這個粵劇的神功戲之外 就跟著又會做這個 白字戲 或者是開了風的 所以有兩種神功戲 其實如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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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清照 不是只有一種 大家 最熟悉的飄飾 飄飾 其實主要是 當日秦遊 神出秦 在死區出秦 出秦的時候 有些小孩子 扮不同的扮相 這些 所以這個 這個是大埔太康民事 他又每五年 就搞一次太平清照 這個是五年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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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請這些藍摩 道士做很多法事 因為這些是宗教 也有些鬼王 這樣 他住了一些香文 你看到他們很虔誠 就是這個 每一次 兒子 大休 就是他帶太平清照 高潮 外面那個萬日 將鬼王燒了去 那些是十年一次的 比如這個 吉吉澳是在這個 在這個 沙漏角 外面很遠的 那個吉澳島 是不是在吉澳裡面 就很難去 總之平時那個吉澳島 就像何非 可能只有幾個老人家 在上面住 但是他當十年一屆 太平清照 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很誇張了 有幾千人迫在島上面 因為他們 他們說 因為他們很多島 他們那些村民 就移民了去外國的 那麼 到太平清照的時候 所有外國的那些 村民就回來了 那裏 慶祝這個太平清照 那麼 外國那些 那些餐館 就關掉了 不做生意幾個禮拜 全部都走回來 那這個是 2006年那一屆 的吉澳太平清照 很有趣 你看到 他們那些村民在那裏 這個 這個 後面有些鬼妹在那裏 因為他們回來 請問那些朋友回來 大家一起玩 這個 嘉年華會很開心的地方 哈哈哈哈 浮揚花鼓 他們 所以太平清照 就是這些 不知道我們中國的活動 其實是一個 很好玩的節日 有些 有些 這些余燈舞 夜晚 這些余燈舞 是很 雜燈舞 很獨特的 一種 祭職的意識 除了陸上的那些文藝 還有一些 水上的那些 水上的那些人都譯到 有些照 比如說每年香港仔 有些所謂的朱大仙照 每年 每年的 4、5月 他們都在那裏 做那個照 他就 在船上 在漁船上 就 擺這個 濟塔環 在船頭 我扎了兩個大仙王 一個陸上 一個水上的 兩個大仙王 請佛教的 曾人 做這個法事 那 見到那個女孩 做什麼呢 爬捐這個大仙庫囊 他們說捐大仙庫囊 就會 隔離 所以 那些人都去捐 剛才說了這麼多 這些傳統 其實為什麼香港傳統很好 就是因為 香港很獨特 一個歷史的環境 因爲 英國人統治香港 第一件事 這個二國就是 在141年 就發佈了一個 所謂的文告 就説 雖然香港變為 英國人的殖民地 都好 你們所謂 本地的人 總之遵守 我們英國人的法律 那就 沒問題的了 你們所有的 傳統的民家活動 都可以照做 所有的 禮儀 鄉約 綠禮都可以照做 所以因爲這些文告 由1811年 到英國人 1997年 離開 這一百多年 大家都遵守 所以香港反而很獨特 就一直這些 中國的傳統活動 一直在香港 傳承 反而同一時間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中國 那個 翻些福利的緣化 蘇永山把清朝 推翻了1911年 然後就有所謂的 新文化運動 然後將所謂的 中國的傳統文化 變成一些 落後 封建 不值得保護的東西 就要全部這些 抓了 要拋棄 這個是一百年前 蘇永山他們那幫人 故意出這件事 對到共產黨之後 更厲害 對所有文化大革命 所有這些 全部都被禁止 反而這個傳承 我們所謂的文化傳統 這些民間傳統 反而在國內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譬如是磁堂 沒有可能磁堂 或者神書放在燒 沒有可能就做這些祭辭 反而在我們香港 一路傳承 是沒有斷過的 這個是我們香港 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 這個是我們香港 得天獨校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那個文 那個傳統 一路傳承下來 是沒有斷過的 所以大家 如果有興趣 可以研究 香港本地的傳統 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那 就 這個人來了之後 我們說的 非白珍民港人產 其實不只是 我們香港 即是中國人的傳統 我們還有西方人的傳統 因為西方文化 進去香港 譬如說有 有這個 英國的基督教 天主教 都進來他們的英國的文化 都在香港 百多年的傳承 都是香港的 非白珍民法 遺產的一部分 這個是天主教的教堂 在這個 泡麥地 譬如這個 這個 這個西貢的賢連仔 整條村 那些人都信了教的 信了天主教 那他的賢連仔在上面 就沒有祠堂了 只剩下教堂 那這間聖夜室教堂 每年的五月的第一個禮拜 它就是他們的主寶占禮日 所有的村民都回去了 那天 他就做這個 教堂 2005年 好像他們這間教堂 維修 這個 古蹟維修得了一個大獎 那就是當年的主寶占禮日 就請了這個 陳奕君去做操主禮 所以是一個相當大的儀式 你看到所有的村民都回去了 那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西方文化的香港 反而也都是一個 傳承了整個八年多的傳統 因為那個教堂是相當久的 另外香港人有猶太教 知不知 在山頂 在這個 在這個 在樓靈神島 這間猶太廟 這個遠東地區 唯一一間 仍然是 活動中 仍然是 有人在裏面 做神派祭祀的 一個猶太廟 所以 有不同的傳統 這個裏面 因為這間猶太廟 司機利他們 都花超過一億元 去做這個維修 那個維修做得相當好 這間店 香港還有回教 因為香港還有很多回教 他的教圖在這裏 這個是中環上面 一間很古老的教堂 教堂 這個教堂裏面的傳房 除了這些 還有印度教 知不知 香港還有印度教 印度的神廟 這個彭麥地 仰和為醫院 這個 這個就是彭麥地 這個 某一個行台 旁邊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印度廟 旁邊就是養和 這個印度廟 亦都是很多人去做崇拜 很多人 這個是印度的十勝節 也都是 所有印度的那些 都回去做 他也有做了一個 不知道好像鬼王 這個人 十一頭的 就是 本地的資責師 負責了一個神像 最後也是火花燒了 這是實情自己的一個活動 其實就是那個內容 是怎樣 我們要詳細做一個研究 就是我們要做這些紀錄 就是這些 比如 屬於這些 印度教的傳統 另外 第四個大類 就是這些所謂的 自然界或者 宇宙的文家傳統知識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比如說 很多的傳統的宗教 傳統的道士的傳統 我們講的 龍脈的二十四節氣 一個漁民的捕魚技術 另外那些 風水術術打掃 我們對外 這一類的 這些這些知識 一些民間的知識 最後一大類 就是這些工藝 傳統手工藝 這一類就是 香港傳承得比較差 因為香港是一個比較 先進的城市 很多東西都是 因為 剛才忘舊 就是我們一買 全部都是 mass production 全部都是 大品牌生產 我們都不會 說 就是再說 一些用 人手手工做的東西 所以呢 很多手工做的東西 失傳了 比如說 答鵬啊 傳統的 那些食品啊 很多物品 比如說 傳統一些答鵬技術 都 在香港很獨特 都會來傳得相當好的 但是這個 在全世界都沒有什麼地方 香港沒有那麼獨特的地方 比如說 曬蝦醬 曬蝦糕 這些製造 這些食物的傳統 其實越來越 小人造就慢慢會失傳的了 其實 例如涼茶 喝涼茶 涼茶 涼茶其實是怎樣去 收拾什麼草藥 去怎樣煲 這個是很古老的傳統來的 幸好現在還要喝涼茶 雖然不會很多 涼茶 還有 我們就 普查就是 普查上面那些 五個大類 我們 剛才說 2009年開始 做這個普查 找了科大同做的 我們希望今年年中 就會搞定 另外一個最大的工作 就是我們申報的名領 所以我們有今天 所謂的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文化遺產 這個名領 我們有四項 在第三派裏面 就是我們的申報工作 的其中部分 那 除了國家級 其實 除了一個國家級之外 還可以向聯合國申報的 一個 所謂世界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代表了一個名領 這個 我們 都有申報過 就在2009年 9月那時 就 省廣澳 即是廣東、香港、澳門 三個地方 就聯合國 就申報了 粵劇 就成為 這個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化作命龍裡面的一個項目 這個 相當威力 就是 一項世界級的 文化遺產 就是這個粵劇 這個是2009年的事 但是整個申報過程 就不是我們香港 只是省港澳直接去申報 其實一定要通過 國家文化部 就向這個聯合國 那方面 提交這個申請書 那 國家文化部 為什麼 怎樣簡化呢 他選的條件 就是 你那行 一定要先進去國家級 如果你不在國家級的領路上 你就不能去申報世界級了 所以 進去國家級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當年 2019年入了之後 大家很開心 又做了 新聞發佈會 三地 另外 2010年 其實在國家 很重視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人民大會堂 搞了一次很大的 攀證書的儀式 就是攀那一塊 那個聯合國的證書 手掌 就是這張東西 YOUJU 就是 屬於這個聯合國 就是 攀證我們的 所謂 那個 代表作 就是 人類非物質民國外 民產代表作 名牢裏面的一個項目 就是 剛才說了 第一件事 一定要進去國家級 就要去申報世界級 那 就 國家其實 有一個名導體系 就是分為 這個省 這個 院 市 省 和國家級 層層會自己申報 就是 國家有一個四級的一個系統 當然 以國家級為最高 最有代表性 代表全國的 這個國家級那些 就是一定要國務院審批的 國務院在2006年 第一次公佈518項 其中就包括我們剛才說的 月劇 和涼茶 月劇涼茶 都是省港澳 大家一起申報 所以2006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兩項在裡面 2008年 第二批公佈的時候 就沒有我們香港 因為我們香港第二批的時候 我們沒有申報 到2009年 我們申報 第三批的時候 就有申報了四項 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 到2011年 那時就正式入了 這個第三批的名牢裡面 那就是 梁翔 這個就是第一批的 那這個 這個 下面就知道 就是剛才說 就是第三批的申報工作 這個 這個 D5 尤聰 月蘭 聖惠 和火龍 就是 那 剛才很高興 和他們一起 就上去北京 領獎 因為這個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活動 去年的 八月份 北京就搞了一次第三批那個 那個攀創儀式 之後全國 因為有三百多項 入選了這個第三批的 那批的 那批的 那全國的所有 省市的文化 官員都去了 畢竟那人很誇張 包括 梵生記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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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領獎之後 看這個門口 大門口 那張 合照 主要是這塊牌 這就是屬於 長得太平清照的 那塊牌 現在放在 大家有興趣 如果他去看這個 長得太平清照 去他們那個 會寺 現在在那個照顧 那去看 那塊牌 那其實都是很有作用的 因為 主要我們現在去申報 那個目的其實是提高 大家對這個 非物質民貿易產的 那個 認識 因為其實 很多人 之前 其實我們說什麼都沒有 即什麼叫 非物質民貿易產 我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如果申報之後 我們發現 原來這些 非物質民貿易產 所以 當時 成功了之後 就有很多傳媒 去報道 另外 主要是 給他們多些 年輕人去參加這件事 因為他們發覺 咦 原來是屬於我們 很重要的 文貿易產 我們應該 去真而眾之 所以以前 法森其實是說 沒有那些年輕人去玩 我們去白蘭州 越來越少了 但現在 去年不同了 老爸 帶了那些年輕人去白蘭州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即是說 那些小孩 他們會回去 願意出力 幫忙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我們見到 那個全城的希望 就是靠這些 新一代的 年輕人 我們另外 另外我們鋼管做很多 推廣活動 不如 包括研究 我們有很大的粵劇的藏品 令我們 如果你想研究粵劇 一定要來我們 文貌博物館 我們搞很多的展覽 譬如 這個2008年 我們搞一個 《非美洲民國民產展覽》 找到全城人 做現場表現 去年也做 另外搞《根與雲》的系列 在中心圖書館做的 這都是示範 我們做很多田野的考察 講座 什麼都是我們工作 研讀會 我們經常搞的 這個是去年搞研讀會 另外我們要做一些推廣粵劇 我們請一些人去做一些傳統的燈籠 在一些燈展 例如這些 去年 去年摘了這座 高了三十四個燈籠 在圍影那裏 用一些傳統的摘菜 就摘出來 做龍舟 發生給他們 今年一生 三條新的龍舟會下水 就是今年的 郵聰會 用這三條龍舟 這個是我們所經做的工夫 過去那幾年 其實還有很多工夫 就是聯合國要求 怎樣去保護粗水 就是包括這個 現在確認立黨研究保護 全成交流化 一大堆東西 未來我們還要死 做得完 Anyway 那我就想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先生 謝謝